如果要在RIDER420上面做GPS的導航 首先必須要安裝Active Brighten 安裝之後呢開啟 那麼第一次使用呢 我們在設定的部分可以新增裝置 新增您的裝置RIDER420 配對 確認 然後可以看到自動同步記錄自動暫停GPS 單車資訊等等 接下來就分享設定RIDER420的導航功能 打開Active Brighten 可以看到這邊是活動 曾經騎行的活動 最右側是設定 再看一次 包括我的裝置 自動同步記錄 自動暫停任體更新 GPS 單車資訊 智慧通知馬表一般 高度校正等等 在關於我的部分 可以看到可以連接第三方的平台 包括Strava等等 如果要設定導航的話 可以按下加 可以看到我的路線以及訓練計畫 那麼這一次呢 只做路線導航的設定 所以可以打開我的路線 下方有綠色的按鍵加號 可以做路線規劃 也可以第三方平台的連接 或是從活動建立 匯錄檔案等等 那簡單就做路線規劃 就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應該是連結了Google的地圖 可以看到目前自己所在的位置 點擊 設為起點 綠色的箭頭呢 就是起點的符號 接下來要去哪裡 我們可以透過點擊地圖 或是搜尋要去的地點 如果是搜尋要去的地點呢 那麼路線呢 就是由導航直接幫你做規劃 譬如說 我們找到石門水庫的平林 平林管制站 就可以看到 由軟體自動幫我們設定了 旗行的路線 下方可以看到高度 爬升28.92公尺 然後因為只有一個地點 所以只有起始點跟終點 有轉彎的提醒 路線總距離是4.69公里 縮小這個畫面 然後放大地圖 檢視一下旗行的路線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可以按右上方 可以輸入路線的名字 石門平林儲存 接下來就可以在我的路線裡面 看到石門平林的路線規劃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下載至機器 在右上方可以看到下載至機器 或是刪除或是分享 分享的話呢 可以透過LINE等等的APP 傳給你的朋友 下載至機器 可以看到路線已成功傳送之裝置 可以在RIDER裝置中的我的路線 找到此路線 接下來可以看一下我們的RIDER420 選擇計畫 路線導航 檢視 可以看到石門平林 剛剛所設定的路線 那麼接下來呢 如果我們要騎車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按下出發 然後依照的路線呢 來做騎行 那麼因為路線的規劃呢 可能並不是我們所想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另外一種方式 重新新增路線 路線規劃 先找到我們的地點 按下起始點 接著我們可以依照 我們希望騎行的路線呢 來做選擇 譬如說想騎後面這條小路 我們就在這裡按下 精油點 就可以在精油點的部分看到 目前暫時是重點 但是沒有關係 接下來要騎行到 藍亭音樂 再點擊藍亭音樂 這個時候呢 路線就會幫我們串起來 然後有個早餐店 接下來可以點擊 我們想要到的路線 它就會透過分段點擊的方式呢 幫我們的路線串連起來 那麼接下來到西州大橋好了 接著在小岔路的部分 再選擇精油點 然後我們走浮山路 再繞回康莊路 再來到坎頂 再來到內宅路二段 的岔路口 然後走小路 走康莊路 那麼可以縮小地圖 來看一下 這就是剛剛規劃的騎行路線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下方的資料 可以看到有70點 精油點1 精油點2 精油點345 一直到終點 路線總距離有11.76公里 路線爬升86.91公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路線的名字 我們輸入一日遊好了 好那我們剛剛設定的路線呢 就已經儲存在我們的手機的APP裡面 打開它 可以看到這是剛剛規劃的路線 接著我們可以在下方的轉彎提醒 可以看到有一些重要的路口 那這些資訊呢 也會在我們提醒的時候呢 顯示在我們的RIDER420上面 下方還有一個POI 點擊 可以看到可以新增標示點 我們可以透過POI的方式 找到我們想要新增的標示點 例如說這個點 是我們坡度最高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按下新增 然後設定最高點 按下儲存 那麼在我們的路線裡面呢 就會標示出海拔最高的地方 再新增 例如說剛剛有看到早餐店 我們放大地圖 例如這裡有個北河餐廳 我們想要這邊做休息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選擇ICON 有個餐飲的符號 然後按下新增 我們寫下休息 休息點 儲存 就可以在我們路線上看到 第二個標示點 休息的地方 以此類推 我們還可以去新增其他的標示點 可以透過拖動這個高度海拔的地方 然後配合地圖 把地圖再放大 比較容易看到細部的部分 例如這個轉彎點好了 我們可以按一下標示的符號 然後按一下新增 它原來是一個簡錄點的符號 我們可以輸入轉彎儲存 陸續新增完各個標示點之後 記得在右上方下載至機器 可以看到路線已傳送 按下確認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RIDER420 計畫 路線導航 檢視 選擇下方的移日遊 一樣 如果我們要開始出發的時候 就可以按下右鍵 選擇出發 目前我們可以在420上面看到 目前顯示的是偏離路徑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車子的位置 在我們規劃路線的左側 所以我們要往右側去騎 那路線是在我們的右邊 如果你騎行到正確的路線上面 箭頭就會一直跟著路線往前進 那麼在騎行的過程中 如果經過路口 或是我們的標示點 上方就有距離的提示 實際上路使用Brighton Rider 420的導航功能 依序找到計畫 路線導航 檢視 找到自己設定的導航路線 然後按下出發 如果沒有騎行在原先設定的路線上 就會顯示偏離路徑 如果偏離路徑沒有太遠 還能夠看到計畫路線 跟自己的相對位置 測表顯示 目前已經回到導航規劃的路線上 代表測行位置的三角箭頭 沿著規劃的路線向前行進 GPS導航的路線其實還蠻準確的 6公尺右轉就可以抵達目的地 順利抵達目的地 車表顯示 距離目標還有125公尺 經過這次的入車之後 應該可以相信Brighton的導航 以後騎車的時候 應該不需要再掛著手機來看導航路線